好,我們現在來討論這個二次函數的圖形 應該要怎麼畫 我們就從那個最基本的圖形開始畫起 最基本的圖形是這種圖 通常的話,我們就先瞄點 大致上的瞄點 這是x,這是y x等於0的時候,y當然就等於0 s等於什麼呢? 正負1的時候 y等於1 s等於正負2的時候 y等於4 就1的平方,2的平方,3的平方,這樣子 正負3的話 這個3等於9 他一直在同 所以他的基本圖形是這個樣子 這是他的基本圖形 你當你1的時候 這個時候是1 互1的話 也是1 然後呢,如果2的話 這個就是4 互2的話呢 互2的話 互2的話 互2的也一樣是4 這是互2 然後的話呢 再來那個3 3的話 這個是等於9 越來越快 這是9 那互3的話 互3也一樣是等於9 那一直在推 這越來越快 這個就基本的圖形 好 那現在如果 我要畫什麼呢 我要畫這種 那個 y 等於一般的 形式 ax平方 加上bx 加c 要畫這種圖形的話 應該怎麼畫 這個我可以畫簡 經過配方的話 我可以畫成 那個a抽出來 那x 等於多少 減2a分之 加 m 平方 再加多少 4a分之 4ac 減m 平方 就我經過配方的過程 可以把這個呢 寫成這種東西 那這個東西 我就可以把它寫成這樣子 a x 減掉h 加k 其中 h等於多少 h k 這個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那個 h 是等於2a分之 是負幣 k 是4a分之 4ac 減b 平方 那顯然這種形式以後的話 這個 我就可以再畫簡成 y 減k 等於多少 等於 等於a倍的 x減h 這裡有平方 好 那我可以由這個標準式 把它變換成這個樣子 怎麼變換呢 我先把它變成 變成 y 等於那個 x平方 x平方的話 它的圖形 跟標準圖形一樣 那如果它a的話 如果大於1的話 它這個會跑得比較快 就是你同 x同樣的速度的話 那a如果大於1的話 y的話 跑得更快 跑得更快 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會比較瘦 代表會比較瘦 就是你帶1的話 這裡就變成a了 a的話比1大 這裡帶負1的話 變成a了 跑得比較快 那a的話 它如果大於1的話 小1的話 變成跑得比較慢 y跑比較慢的話 它會變得比較胖 變得會比較胖 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小的以後的話 那再來我們看看 再來這個就是平移 就是說呢 我x變成多少呢 y-k 沒有 y變成y-k 那x變成多少呢 變成x-h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它的頂點 本來是由0,0點 0,0點 變成h-k h-k 比如說是在這裡 這一點如果在h-k的話 那麼它的函數圖形呢 就是這個樣子 就把這個函數圖形 這已經乘以a了 乘以a這個圖形 把它平移過來這裡 平移過來這裡 這個形狀跟這個是一樣的 這個我畫得不好 形狀是一樣的 就把整個函數圖形 搬過來 拼移過來 然後頂點本來在哪 是在0,0的地方 那你現在把它拼移過來這邊 變成這樣子 也就是說你的呢 一個呢 一般形式的二次函數 一般形式二次函數的話 你一定可以很容易畫出來 透過呢這個關係是 先把那個頂點找到 頂點找到以後的話 你根據呢這個圖形 給它畫 如果前面有個a的話 如果大頂的話 把他也畫瘦一點 小一點的話 把他也畫胖一點 那就畫出來 好 好 就像你的那些 然後就說 你把他也畫 在裸面上 再裸面上